补肾先强肝 两味中成药 肝好肾更好 很多人一提到肾息 第一反应就是想吃点六味地黄丸 经过肾气丸这种补的药物来调理 可是服用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 甚至还出现了上火的情况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花医生给大家讲讲 说之前我也有些感触想和大家讲几句 现在社会发展真的很好 不管是吃喝住行 最主要的是科技 放着以前哪能想象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机 你就能看到我的科普视频 现在是逐步出户就能学到健康知识 这能无疑给了我机会 我很珍惜平台的机会 所以哪怕医院再忙再累 我也会坚持给大家做些科普视频 让更多的人受益 其实在我们中医抗肝肾同源 肝主书谢 当肝气淤结时 对肾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出现肾虚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 调理方面要从肝论治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个中程药 既能强肝又能补肾 让你的肝肾功能越来越强壮 第一个是七薄美燃丹 具有强肾壮补 滋阴补肾的功能 用于肝肾不足引起的乏力疲倦 精神不振 腰膝酸软等症状 第二个是龟勺地活丸 具有滋阴阳血 滋肝补肾的功效 适用于肝肾两须引起的口干口罩 头冤耳鸣 潮热到汗的症状 如果手机前的你有肾虚的情况 要辨证论治 一人一方 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合理用药 你记住了吗